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张媛媛第二环节当中的职场情商课 公司要换一批新电脑 但是数量有限无法全部更换 同事们都要求更换自己的 如果你是这项工作的负责人 你该怎么做 这个可以设置一些门槛 就是例如我设置说 这个电脑使用超过四年的人才可以换 这样子就可能能够大批量地去减低这个可以换的这个数量了 圆圆那如果是这个公司一共有五个部门 然后有一个部门那个成立比较早 他们的电脑都是到你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 那怎么办你就都换给这个部门吗 我相信这个部门他们的员工不会说是同时进来的 对它可能也会有一个先后的顺序 而且如果公司它本身就会有一个几年换一批电脑 或者是一个机制的话 那可能有一些同事他年资很久的 成立的很久的 他可能自己已经刚换完不久了 首先我觉得你有标准说明你有一定的管理意识 但是你的标准不够专业 因为职场江湖就是不换寡而换不均 如果你只是拿一个时间年限去订 那可能就像刚才董老师提到的 那这个部门多了少了 那我觉得不公平 所以你的如果未来想做管理港 你的思维的缜密性和全面性要更加地加强 但是意识是有的 好 第二环节到这里 求职者张媛媛回答完了她的职场情商课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五位留灯的企业家 开动脑筋了 根据第二环节包括第一环节 我们求职者的综合表现 请做出选择 好 祝贺你张媛媛 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我们湖北区库国际农业集团 有一个板块是出口贸易 我们目前出口了158个国家 也是湖北省最大的一个出口企业 那么我今天的话就是 也是带着我们外贸部 这个人事部的使命过来的 就是说有一个工作港 我觉得跟你的经历也是比较匹配 是外贸的销售经历 那么我们这边的就是薪资待遇 是10万家到20万 就是联薪 然后介于您是广东这边 我们这边是五险一斤 包吃包住 好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呢 给你几秒钟的考虑时间 选择李玲玲所在的趋孤国际 或者谢谢 再见 所以你的选择是 选择 好 祝贺李玲玲 也祝贺我们的求职者张媛媛 谢谢多谢 谢谢 感谢观看